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有侦探三巨头了 来查案的侦探被困在大厅 进入游戏的人格代表 拥兵和园丁都有化身侦探的皮肤 这游戏戏里戏外都有侦探参与查案了 但是龙哥觉得尽管有了侦探三巨头 庄园大厅也有一个三巨头永远无法解开的秘密 侦探到底还要被锁多久 之前节目中龙哥分析过 到底是谁把侦探锁在大厅的 从宣传片中 侦探进入大厅开门的方向 和侦探被困后开门的方向 我们发现他好像开门开错方向了 大家看宣传片中侦探开门了 门是向里面推进来的 门是向里面推才能打开门 这一个动作是不是说明了一个真相 侦探如果要出去 是不是也要把门往里拉才能开门呢 侦探进入大厅后想再出去 他居然在向外撞门 这段之前节目中介绍过 相信部分观众还会有印象 不知不觉 侦探已经被关在大厅两年了 侦探被困庄园里 才会不断的有新的求生者 新的监管者陆陆续续的上线 庄园的游戏才能不断的继续 如果侦探离开大厅 那么游戏的故事恐怕就要大结局了 所以庄园侦探三巨头 永远无法解开侦探到底 什么时候能离开大厅的秘密 侦探兄可能地悟不倒 可以关你到牢吧 那么游戏里查案的事件 就交给推理先生和真相小姐吧 这款推理先生的皮肤 大家会入手吗 欢迎在评论区给龙哥留言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